小姐感应区不在荧幕那边了 原来不是刷荧幕吗 搭公车或是搭客运的时候 你也常常刷错吗 有公车司机就洞美掉了 直接贴出像这样的公告 告诉乘客说 其实你是要刷在感应处 你没看错 八十几个箭头 真的通通都黏在B卡机上 有网友看到证目 忍不住拍下来分享说 司机怨念很深啦 网友们也都笑翻 因为真的有很多人 都曾经刷错 还看过有人拿健保卡来刷 我有看过有人记错吗 拿错卡 拿错卡 拿什么卡 健保卡 有人也录这啦 就是荧幕上面 你敢买 会 会 你知道要录哪 会 明天 实际搭公车观察看看 不过这一趟的乘客们很熟练 几乎都一次就刷对地方 柯云司机则说 真的有遇过 有人不知道刷卡处在哪里 以为是荧幕这边感应的 其实不是感应区是在下面 我都会 假如他是这样做的话 我都会提醒他说 你要往下一点感应区在这边 司机说虽然刷错不是常态 但最常遇到的就是刷在荧幕上 一个月大约就遇到一两次 也都会立刻提醒 另外各项成本不断涨价 先前就传出公路客运 营运成本多年没检讨 据了解公会沿逆把运价调涨9% 有544条路线会受影响 目前已经提报给交通部 建议涨运价但不动票价 短收由政府补贴业者 等于业者和乘客皆大欢喜 也能减轻成本 TBS新闻徐团章会先拍报道